感謝以下的頻道會員 哈囉我是單權將 生活 總是這麼的累 這麼的繁瑣 做一件小事 都有這麼多的步驟 為什麼不能省略呢 我呢 越長大越發現 我可以省略的事情 其實還不少耶 今天就為你們帶來我的 極簡生活 等一下那個叫什麼什麼Q的 好像沒拍過這個主題 我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裡 那我們就影片開始 早上早起刷牙洗臉 假如你6點出門 那你5點半就要起床了 我高中每天早起非常痛苦 因為家裡學校園 都要搭最早的車去學校 但是 我起床及出門 我沒有辦法理解 為什麼要換睡衣才能睡覺 我都穿著早上出門的衣服睡覺 你太扯了吧 校服欸 衣服欸 皮帶欸 百折軍欸 對啊就穿著睡覺啊 而且你少講一個你知道嗎 襪子 這樣我一起床就可以出門了 不對啊你頭髮不亂嗎 用手撥一撥啊 欸可是你之前影片的話 你有很多髮型欸 趕快是騙人了吧 沒有騙人啊 那些髮型都是我在車上綁的 欸太扯了吧 接下來就是愉快的走路上學囉 為什麼都是設計科學生 人家拿那麼多你都不用拿 你看 這個麥克筆的盒子 看起來那個把手是要讓你提的 你就乖乖用提的嗎 不會塞書包喔 還有那些三角板啊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都有袋子裝著 但是我後來全部都 塞書包 我會被書壓壞嗎 誰會嫁來看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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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厲害 有時候懶得洗頭 但是瀏海看起來很油 你知道嗎 頭髮油不油看你的瀏海最明顯 那洗頭的步驟 是不是可以減少到 剩下洗瀏海 所以我到學校之後都會跑到水龍頭 抹一下旁邊的肥皂 剛洗完頭的我看起來是這種狀態 乾犬架 你的頭髮 是油還是濕啊 濕啊濕啊 那你那不是看起來很浴蓋迷彰嗎 那只是剛洗完嘛 洗一次瀏海 你的頭髮可以乾淨一整天 雖然不是真的乾淨啊 咦 這怎麼換一次怎麼換一次 反正書要繼續看 那幹嘛把它收起來 我每天自己洗完回家前 我都會直接把垃圾清一清而已 書就直接放在桌上是嗎 對啊省得我還要再放進去還要拿出來 可是有時候我不收東西就被抓了 蛋犬架不是說桌子要清空 欸我想要用衛生紙 你該不會沒有吧 有啊我怎麼會沒有 你的衛生紙就是我的衛生紙這種事情 雖然是一個常態了 我們班那群同學連導師桌的衛生紙都敢拿 但我不會啦 畢竟你用個衛生紙你還要騎身 你有沒有想過 你省一包衛生紙的開銷十幾塊 但是你多走了三百步路 要省學我 永遠搞什麼花招 吃飯了耶 永遠便當呢 喔你等我一下 欸你蓋子給我喔 你不吃青菜 你不吃胡蘿蔔 你不吃飯喔 你吃不完 午餐有了 算了算了我不想吃了 你吃東西之前收上也收一收吧 不用收啦 我知道你只是想省略步驟啦 不過現在我幫你收怕什麼 拜託 收了我等一下還在拿出來一次耶 等一下還在拿出來一次耶 剛才都沒有吃飯 都沒熱量 原來我是狗 不用穿衣服啦 只是溫差很大 還是讓人很難受耶 溫差的那就洋蔥式穿法啊 欸三個快遲到了啊 用跑的 你們學校的山路真討厭 人間這個身體就跟夏天一樣熱了 什麼 原來你的洋蔥式穿法只有最厚跟最薄喔 廢話啊 不然還要一件件拖一件件穿喔 後來我上了大學 喔上大學 上大學有什麼不一樣 大學上完課都是鳥獸山 怎麼可能在全班一起吃飯 然後我再吃別的便當 喔那你這樣就省不下來了耶 聽說大學開銷都很大對不對 我跟你講這都不是問題好不好 變打工就好啦 但是說實在打工也是蠻累 所以我選擇省月 啊這樣你不就沒錢用嗎 以下幾種開銷 我都不需要 第一個就是我不化妝 有的時候皮膚不好化越多妝 越傷皮膚 我也沒有花錢在眉髮上面 因為還要定期保養 欸對你知道這樣有什麼好處嗎 除了省錢以外 就是啊我早上早八可以睡到八點 早九可以睡到九點 哇你的生活聽起來有夠吸引人耶 沒有啦那是剛好只有這點吧 接下來第二個 你不可能受得了 我不喝飲料 除非是免費的 或是便宜的 很多人都會說喝飲料不健康 但是台灣人就是很愛喝飲料 雖然手搖飲料很好喝 但是好貴喔 最好喝跟前面錢 我先簽 你不喝我怒喝 懂嗎 這已經不是極簡生活了耶 這是很能耶 不會啊而且喝飲料會長痘痘 皮膚癢好了 連化妝錢都一起省耶 不用再解釋呢 那我果然是主張不喝飲料的啊 什麼你還說不准喝飲料 你什麼意思你什麼意思 不是哪裡錯了 哪人不喝飲料呢 目前的各位大大幫我講話幫我講話 第三個就是洗衣服 你該不會為了身間要用手洗吧 拜託我是個主張極簡生活的人耶 怎麼可能用手洗 事情是這樣的啦 每次洗衣服都要投20塊 買20塊而已 所以我衣櫃裡面會準備 兩個禮拜份的衣服 這樣就可以兩個禮拜洗一次就好了 就只是為了省20塊而已啊 而且還節省一次洗衣服的程序 你不知道洗衣服很麻煩嗎 要裝洗衣袋 放洗衣精 按按鈕 等半小時 一件一件掛在衣架 拿去陽台掛 再等一天把乾額的衣服折好 收進衣櫃 只是聽起來步驟很多而已啊 啊就是步驟很多啊 我後來都直接 要穿的時候再直接拉下來嘛 最後大學最花錢的就是 社交 要跟朋友去吃飯 去KTV 去哪裡玩 一百一千的就花出去 啊你大學都不社交喔 真的假的 為什麼會引出這個話題 是因為這部影片有觀念要給大家 有的步驟可以為了方便而省略 但是不要為了省略而省略 就像你想省錢 但不要把錢 留著到死都沒有用到 人生應該有多一點體驗 像是大學啊 可以體驗打工啊 還有多彩的生活啊 啊我沒有 我就來我們一起來才去打工